沙烏地父亲 铁链绑儿六年驱魔 恶魔附身使人性情转变 要靠宗教的力量来驱逐恶魔 这是恐怖片大法师的情节 最近沙烏地阿拉伯也传出疑似恶魔附身的案例 被指恶魔附身的是29岁男子托奇 六年前的一天 他突然全身抽搐翻白眼 说话也变成女人的声音 父亲认为他被精灵附身 请教室诵读可兰经驱魔 伊斯兰教室无计可施 建议把托奇绑起来不让他乱动 他就这样被父亲用铁链绑起手脚六年 托奇的情况最近引起人权分子关注 呼吁沙国政府协助照顾他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